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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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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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我们能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因此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但 李宗盛 告诉我们 上帝是 但是 上帝的能力 用尤盛 人们的尤盛 那些在位的 还趁着这个疫情 趁机会来赚钱 为政府买了疫苗 买了口罩费 面罩 所有的一切 买了都特别 价格放了很高 好让他们自己也赚了一笔钱 现在在菲律宾政府 也在调查这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所侍奉的上帝 并不是这样 他不是在我们生命上 要得自己的益处 而他是私下慈爱恩典的上帝 接下来诗人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赞美他 他才看上帝的作为 赞美的应有 有四方面 就是从上帝的作为来看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 第一方面是创造中的作为 第四到第九节就谈到这一方面 然后第十到第十五节 他就谈到在救赎中的作为 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接下上帝在引领中的作为 也让我们看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是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最后一段 就是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当中 他就谈到这个建 建固中的作为 上帝在建固中的作为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作为 就是在创造中的作为 第四到第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 称谢那独行大启示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扑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百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 这一位创造者 他是行大启示的上帝 在这一个宇宙创造 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 当你抬头 仰望天的时候 你就看到 这一个天很美 很奇妙 上帝的创造 显然他的智慧 他的大能 而且也显然他爱我们 当我们看创造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把人造在第六天 因为上帝已经把宇宙万物 预备好了 为人预备一切 才把人放在那一个环境里面 上帝是蛮有智慧的 这一个疫情当中 我跟师母就每一天 太阳下山的期间 我就跟师母有机会到这个飞圣 这一个我们的宿舍的楼顶 来走一走 来欣赏这个日落的光景 而且来看看 到黑夜的时候 也许看星星 看月亮 看上帝美好的创造 我们这一段时间 觉得很宝贵 然后我们就赞美上帝 一面走 一面听音乐 一面欣赏 这一个美好的光景 就看到上帝的作为 真的很奇妙 每一天的光景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很美的 然后在那一个时刻 就让我们不但赞美耶和华 我们也能够一起 为世公来祷告 为弟兄姐妹来祷告 看到上帝是这么伟大的神 那现在在这一个疫情 在你我身上的问题 对我们是很大的事 但是也许对上帝来说 是小事情 在祂是没有难成的事 当你看到宇宙万物 它能够创造这么伟大的 这个创造 何况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算什么呢 所以就带给我们 很大极大的安慰 在创造中 我们看到上帝是信实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看到这个月亮 星宿太阳 在这一个地球的 这一个循环当中 你就看到上帝是一位 有次序的上帝 他是信实的 因此我们可以来计算 什么时候是日出日落的时间 我们能够计算月亮 这个星球的地位在哪里 若是上帝没有持续 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那糟糕了 我们就没办法来意料到 我们的死机是如何 但是在创造中 显然能够看到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第二方面 在救赎中的作为 第十到第十五节 告诉我们 称谢那几沙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 和身处来的绑壁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 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却把发扰 和他的金兵 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在上帝救赎的当中 我们仍然看到他的慈爱 不但是向以色列民 连向埃及 发扰 上帝也显出他的慈爱 上帝用死灾 让发扰 能够改变他的心意 让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 去敬拜 耶和华 上帝一直等 一直给发扰机会 盼望发扰能够改变 能够降服 在上帝的主前 之下 但是我们看到 一个灾难 一个灾难来 发扰有时候就变心了 要让他们走 但是也不要完全降服 在上帝的主前下 一直上帝 一直等待他 到第十个灾难领导 才把长子挤杀了 这个也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慈爱 在当中 虽然他要惩罚 这一个埃及人 但是他仍然显出 他的慈爱 他保守了 以色列民的长子 凡有信心 按照摩西的吩咐 把血吐在这个门框上 上帝就保守他们 然后上帝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当中出来 然后用大能的手 伸出来的绑壁 拯救他们 让他们走到这个红海 到红海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过红海 没办法 但是上帝 是大能 把红海分裂了 为他们开道路 并且马上就是一个干的道路 好让百姓 好让百姓能够很平安顺利的 经过红海 当时若是我在当中 我想我还是小心的一个人 万一走到中间这个水又翻下来呢 要怎么办 我就也许会很恐惧的经过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上帝保守他们 到他们都平安过了红海 然后 发扰和他的军兵 当他们下到红海里 上帝却把他们推翻在红海里 上帝的救赎中的作为 让我们看到 他是慈爱的上帝 我们虽然不是做别人的努力 但是我们都是做罪的奴仆 上帝也曾经救赎了我们 从罪中把我们救出来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得了救恩 在这个当中 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慈爱 我们不应该得着这一个救恩 我们不应该得着永生 我们没办法跟他和好 但是上帝用尽他的办法 好让我们能够跟他和好 这一个显出他的慈爱 在当中 我们是应该忍受永世的审判 但是上帝拯救我们 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让我们不需要再被审判 为我们的罪来被审判 让我们不灭亡 反而得到永生 这个是我上帝给我们的慈爱 第三方面 上帝人让我们看到 在引领中的作为 也看到上帝的慈爱 16到22节这样说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 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几沙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路由明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路亚莫利王西红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山王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 以色列伟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华在带领以色列 经过旷野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的恩典在当中 他是以慈爱对待他们 虽然百姓好几次都是买愿上帝 发愿员不信上帝 但是上帝仍然以慈爱对待他们 上帝从天上吃粮食 跟燕春赐给他们为食物 上帝也借着摩西吩咐 这一个水从磐石出来 上帝对他们满有忍耐 虽然百姓一次又一次不信 一次又一次失信 但是上帝仍然是可信的 他仍然显然他的慈爱在当中 四十年在旷野的生活 上帝供应给他们 然后上帝也给他们 征服了迦南地的一些地方 特别是在征战当中 让他们能够得胜 面对这里提到两个王 西红跟俄 两个王都是这个伟人 吉人的后裔 也许他们是有教诡的作为 好让他们满有能力 旁边的邻国都不能打败他们 但是上帝让以色列民 胜过这两个王 这也是他的慈爱 然后把他所应息给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后裔的这个地 也赐给他们 这个应息之地 他借着耶稣亚带领百姓 进去争取了这一块地 上帝也仍然保守他的百姓 到现今亚拉伯的世界 一直想办法把以色列民 从这一个圣地 这个应息之地赶出去 但是没办法 因为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上帝在保守他的百姓 我相信属于上帝的人 上帝也仍然在保守你和我 你面对仇敌 上帝仍然在当中保护你 接下我们看到 坚固中的行为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吃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感谢上帝这里告诉我们 在我们最卑微的地步 上帝顾念我们 把我们提拔起来 让我们成为有价值的人 有时候我们失败了 我们堕落了 我们觉得无用了 但是感谢上帝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仍然把你升高 在耶税基督里 把你升高 好让你我成为宝贵的人 他保守我们 仇敌当中也保守我们的性命 甚至他显出他的慈爱 因为他吃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这里所告诉我们的 不是单单吃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凡有血气的 敬畏他的 不敬畏他的 罪人 不敬虔的人 上帝仍然 上帝仍然吃粮食给他们 显出他的慈爱 圣经也告诉我们 天空的飞鸟 也不瘦 也不重 上帝赏窃 喂养他们 照顾他们 何况你我更宝贝 上帝也不照顾我们吗 我们在主祷文的祷告当中 我们所需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他是信使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必定来照顾我们 来保护我们 在这一个一年半 疫情的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 经济方面 这个压力已经太大了 有些人失去了失业 有些人自己的生意都垮了 我们都不知道 该怎么维持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家人 但是你一回顾 这过去的一年半 我相信你数算上帝的恩典 数算不了 因为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一次又一次 让我们很惊喜地得到 得着了一些 我们没有意料到的 这一个饮食 上帝也供应给我们 因此诗人 重复了 呼吁我们来赞美上帝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上帝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从这一个诗篇 让我做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就是上帝的慈爱 仍然在我们暂时的苦楚 挫折中彰显出来 没错 在你我生命 我们遇到苦楚 我们遇到挫折 我们遇到这个病死的事情 免不了 人生的试验很多 但是上帝的慈爱 仍然在我们这些苦楚挫折当中 能够彰显出来 就像当时以色列民 他们经过很多的波浪 很多的苦楚 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 第二 上帝的慈爱 仍然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 彰显出来 怎么样 怎么这样说呢 当你看这一篇诗篇的时候 也许 开始的时候 诗人用这一个诗篇来带领 慧众来敬拜耶和华 也许是一位主持人 他读了一句话 慧众就以回应的方式 读了下一句话 这一个重复的一句话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是慧众来读的 那后面呢 当这些文诗把诗篇写下来 抄下来的时候 为何每一句话 仍然要接着这一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 当时要抄写 没有像我们今天 这么容易的抄写 比我们中国的书法 还难写下来 那何必每一句话 都要重复这一句呢 为什么不把整个 第一句话连起来 然后最后才写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相信有他宝贝的原因 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想 这一个诗人 包括这些抄写的吻诗 让我们意味到 在每一个阶段 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当中 我们都能够确认 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所以这一个诗篇很特别 每一段 每一句话 后面他就告诉我们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我相信当我们 回顾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看到 的确是这样 最近我跟师母结婚的 其中一位乙父 最近一百零八高岁 就回天家 归天家 当罪师礼拜听他的见证的时候 就看到他不是一旁风顺的 过一百零八年 他几乎年轻的时代 遇到很多挫折 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曾经被人抢劫 几乎就要上命 但是上帝保守他 他知道上帝的慈爱 随着他的生命 一生有上帝的慈爱 随着他 最后一个结论 就是上帝的慈爱 应该令我们 产生一种感恩赞美的人生 我相信在这一个人生的苦楚当中 人生的试验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会哀哭 我们像诗人会发 有时候也会发厌言 向上帝来哀哭 不错 但是当你看这些哀哭 最后一句话 一定会以赞美 以感恩来为结束 因为这个诗人 知道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就是人生多么苦 我们仍然晓得 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上帝的慈爱 一定保守我们 一定带领我们 走过死因幽谷 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 特别告诉我们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在你 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 更宝贵 没有我的生命 没关系 只要有你的慈爱 有生命 没有上帝的慈爱 这个生命就算不得什么 最后我以一位年轻传道人的见证 来作为结束 往世家传道 也经过他的统一 八月底 刚刚过他的二十九岁的生日 他也是我们 里亚斯比中华基督教会的会友 后来去神血院 受造就 今年刚刚毕业 但是 过二十九岁的生日的前一个晚上 他就整身 特别是胸怀跟背后 很经历的很痛 很痛 所以生日的那一天 就去检验 去医院来检验 后来 九月三号 就正式 住院 然后做了很多检查 然后九月六号 这个医生就先判 他得到这个血癌 一开始 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令他很惊怕 他说 我这么年轻得到血癌 是不是死亡就要快领到呢 但是第一次做化疗之后 他就在他的脸书写了感恩的话 赞美上帝的话语 他说 这些药物 对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有很好的一个反应 而且医生 护士都对他很好 而且弟兄姐妹都在 鼓励他 写这个鼓励的信息给他 为他祷告 他挺感恩 他说 他很感激 在这一个情况下 虽然就像诗篇23篇所说的 我走过死云幽谷 但也不怕遭害 一位属神的人 一位晓得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虽然经过这么痛苦的时期 他仍然能够感恩 他仍然能够赞美上帝 因为他在当中 他仍然看到上帝的慈爱 盼望你我也是这样 当你晓得上帝的慈爱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你的人生就成为一个赞美上帝 为他做见证感恩的一个人生 愿上帝赐福保守你 我们简单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着我们要过一个感恩 赞美的人生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无论如何 我们相信你陪伴我们 你的同在 你的慈爱 必带领我们经过 这个人生的道路 让我们的生命 也成为你的好见证 让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看到主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慈爱 仍然随着我们 好 让他们也羡慕 要来认识这一位真神 得着你所赐的永恒生命 祷告奉主耶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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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旧也真一世爱我 你的慈望变为历史 你的忽悦变为眼光 你的忽悦变为历史 现在我知你是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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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越久我也知道 越旧也真一世爱我 我想坚持你又无退 我就忘了你给眼泪 现在我知你是爱我 现在我知你是爱我 世界越旧我也知道 越旧也真一世爱我 世界越旧我也知道 越旧也真一世爱我 越旧也真一世爱 越旧也真一世爱我 现在我知你是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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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旧也知 你是爱我 让我们低头来接受祝福 丹利安赐平安的上帝 就是那贫着踊跃之血 是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 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各样的善事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阿们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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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耶和花次福给你 愿耶和花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花他天光照你 愿耶和花次福给你 愿耶和花次福给你 愿耶和花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花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花他天光照你 愿耶和花次福给你 愿耶和花 词曲 李宗盛 愿耶和花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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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